传说有一个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磨合 但每实现一个愿望 许愿人身边就会有一个亲友死去 无知的小美许下了七个愿望后 身边的人一个个发生恐怖的意外 今天我们为这给大家带来一部惊悚电影 许愿 小美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小的时候目睹母亲自杀 父亲也因此一蹶不振 整日只能靠捡垃圾维持生活 小美在学校里也是过得很憋屈 虽然有两个好闺蜜 但是还是有一个死对头天天欺负她 这天小美的爸爸捡到了一个精美的盒子 感觉这个盒子挺漂亮 于是就把这个盒子送给了小美当礼物 收到盒子的小美 看见盒子上写了一些古老的中文 她只看懂了七个愿望这几个字的意思 想到学校有个整天欺负她的女同学 小美对盒子说道 如果你真能实现愿望 就帮我让那女同学浑身长疮 说完便扔下盒子和心爱的小狗出去玩了 第二天 那个受祖座的同学真的浑身长满了浓疮 但紧接着她发现心爱的狗狗 意外死在了后院里 在学校 小美和两个闺蜜在学校食堂吃饭 出道死对头掌窗进医院 开心得不得了 可小美一心看着远处的男神 又犯了单相思的毛病 回到家 小美看到微博上男神和女友秀恩爱 她对许愿和说道 要是能让男神爱上她该多好 次日男神就开始和她搭讪 看来那个盒子真能实现愿望 另一边小美的有钱叔叔发生意外 惨死在家中 小美从电视得到消息 赶紧去向摩合许愿 希望他叔叔把所有遗产都给她 紧接着小美她爸就被告知 获得了叔叔的全部遗产 就这样小美和她爸搬到了叔叔的别墅里 小美交来了两个闺蜜 开始了买买买的快乐生活 另一边一直对小美很照顾的邻居阿姨 在收拾厨房的时候 头发被卡住 发生了悲惨的意外 沉浸在幸福的小美此时还一无所知 但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是营绕在她心头 次日她带着盒子找到的亚洲同学小帅 经过小帅和她姐姐的研究 小美知道了许愿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具体是什么代价她还不太清楚 事后小美和小帅一起开车回去 路上他们看到小美的爸爸还在路边捡垃圾 小美觉得太丢人了 于是小美回到家向盒子许愿 希望爸爸能给她脸上添点光 当晚小美爸爸穿上帅气的衣服 玩起的音乐 把她两个闺蜜都要迷倒了 另一边那个小帅姐姐发现 盒子每实现一个愿望都会带走一条人命 她赶忙想要联系小帅 这时雷电让整个屋子都停电了 小帅姐姐在黑暗中一不小心滑倒 头撞向了雕像 次日赶来的小帅看到这一幕被吓了一跳 于是赶紧去学校警告小美远离盒子 小美被她的话吓到转身逃开 中午小美和男神一起吃饭 但是男神的朋友不喜欢她 纷纷带着餐盘离开 回到家的小美又向盒子许愿 希望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 当晚小美就收到了学校派对的邀请 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人 回到家小美找了两个闺蜜 把许愿盒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闺蜜建议她把盒子扔掉 但害怕失去现有一切的小美没有听劝 不久后她其中一个好闺蜜就死于电梯事故 事情发展到这里 小美再次找了小帅 通过小帅进去的调查 他们发现所谓的代价 就是许愿者身边的亲友会离其死亡 在小帅的劝导下 两人决定毁掉这个盒子 可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这个盒子就是无法摧毁 无奈小美只好把盒子藏了起来 第二天小帅发现盒子不见了 随后法院就来人收走了小美的别墅 小美和爸爸再次搬回了破酒的屋子 上学时她发现死对头又回到学校欺负她 伤心不已的小美突然发现 自己的盒子居然是被另一个闺蜜偷的 争执间她不小心把闺蜜推下楼摔死了 慌乱中小美跑回家里 抱着盒子许下希望自杀的母亲复活的愿望 接着母亲就上来敲门 还带来了两个从未见过的妹妹 但是这次死去的 是那个把她从小养大的父亲 最终小美无法忍受这一切 对着盒子许下的第七个愿望 回到她爸爸捡到这个盒子之前的时间 随后她从床上醒来 仿佛这一切只是梦一般 小美下楼紧紧拥抱父亲 并抢在父亲之前找到了盒子 她带着盒子找到这时的小帅 请求她把盒子埋掉 转身离开的时候 小美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撞飞 画面转到小帅 她看见盒子上写着七个愿望 仿佛预示着另一个轮回即将开始 穆薇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穆薇 咱们下期再见